当然圣经里面说呢 如果有先知讲话没有应验 你不要怕他 你要用舌头打死他 神吩咐人这样严格的对待假先知 那么圣经里面说 只要他讲得成功的一定是真的先知 不是的 因为你要考验他 你看他末了是如何 所以这个很重要的话语 我刚才讲的那个菲律宾的那个牧师 这一次再一次 他先说Estrada一定不中 是Valentia会中 结果这一次的Valentia没有做总统 是Estrada做总统 他们那些会友就不知道 他到底是真先知是假先知 你明白我的意思 你要看一个人看到末了 不要随便信 你要看一个人怎么样跟随主 他到最后怎么样忠心走在主的道路中间 你不是看人闹 你不是搞花样 台湾的教会搞花样二三四年了 跟这里跑 跟那里跑 派人到韩国 派人到新加坡 以后要派人到哪里呢 让我们回到圣经 不是回到新加坡 不是回到韩国 不是回到美国 回到圣经 阿们 台湾的教会要听 听这些话 我没有武力 我没有资格 我没有后盾 我只以神的慈悲劝你 听这些重要的话 当你回到圣经的时候 你从神的道的总言则 知道你应当走什么路线的时候 你就不容易偏差 你就不容易受异教之风飘来飘去 你会站稳岗位 身根建造 向上结果 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先知们所讲的话 最重要的是 基督来到世界救赎 同他再来结束这个世界的预言 第二 先知所讲的话 就是神的圣洁 神的公义 神审判的权威 对列国要怎样审判 要怎样来按照他的公义制裁犯罪的人 这是第二个范围 第三个范围 才是明天后天 或者明年后年可能发生的这些事 那是第三个不重要的范围 今天就许多人把他颠倒过来 如果有哪一个人能够讲 关于明后天 明后年什么事情 那么我们就很喜欢听这些的话语 但如果有人在这里讲 基督要再来 你一点不认为他是先知 为什么呢 因为你已经把那个 整个重要的词意 已经改变了 那你整个观念 就从错误的词意中间 去建立你的信仰